非常好 而且看来他对这个拿下这场比赛的信心也是非常足 近年科呢这局也是轻松的拿下 也是很难夺 连续三局这么胶着的这个 球啊 就是让杜尔科呢 杜尔科也是 杜尔科也是有很多机会但是都是浪费了 现在你看最后一个杜尔科的这个 下面应该是联合的发球局 对对 看来怎么来完成这个整场比赛的最后杜尔科 杜尔科的发球局是吧 看来怎么保住自己的发球局 想让的观众也是在给双方 杜尔科在加油鼓劲 我感觉杜尔科没有可能在这局就拿下比赛 还是杜尔科的发球局 就是科情绪上也是出现了点问题 今天就在自己的这个发球生产局里拿到了第一分 其实从他们发现动作能可以看出他现在这个体能效果是比较大的 他这些动作已经做的不是很到位很完整了 你看他下肢的这个动作已经起调的高度已经不够了 感觉杜尔科的这个反手变化还是很多 他也是用切削啊 也是无形当中给这个这个增加了一些回销难度 可能还是由于个人的一些因素吧 我看女子选手很少用这种切削就是双反双反用这种切削的来控制 可能是感觉自己的反手攻击力有些不足 只能从变化上 原来说就是要说是要比较大 因为强劲的一发 便为自己人获得了一分 这样三十比数 在决生盘里的伍比二这局里 又像胜利迈进了一步 还是想依靠自己的发球来获取分数 谢谢连哥好像今天这个比赛双五 好像没有吧 好像是第一盘是有一个 但是不多 哦这个 这个回旧下午 还是在阶线出现了问题 这样连哥拿到了两个次这个赛点 咱们看看连哥怎么来获得这场比赛的胜利 啊 依靠一个强劲的一发就取得了这场比赛这个垃圾战的胜利 我们也祝贺这个吉野连哥 在这个中王的这个第二轮比赛 他这是第二轮吧 还是首轮 首轮比赛的时候 转过了首轮关 从这三个比赛的三场 三派来看 双方打得还是比较精彩 各自展示了自己的这个